大家好,歡迎收看Bili Bala Talk 2023年第二季日劇已經曲中人散 現在已經開始第三季 第二季裏面也跟大家介紹過一些明星效應強勁的劇集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個關於周日晚上 不是太起眼,沒有什麼人來關注 但是我覺得描寫人性,你身邊發生的朋友 都可能有其中一員是這樣的情況 引起我幾大的共鳴 甚至看過程中有很多感動、眼濕濕的位置 這個故事講三個女生透過一個DJ電台節目的聯誼活動 居然認識了,而且成為好朋友 在過程中講他們的人生的故事和轉變 如何因此友情一起成長 女主角是一個欣賞位,青野蔡明 不知道大家是否覺得她的樣子有點像昌子儀 雖然感覺上她雖然二十幾歲 就比較上是幾成熟 去到三十宗的感覺 之前和喬本橫內一起做《我是大哥大》 亦都是婚禮指示一個蓋章那齣戲 我覺得是非常好看的 除此之外有岸井雪奶 白偉聰剛剛介紹完一部電影的位置 拿了女主角 之前我亦都介紹過她做《不能相愛的兩人》 和高橋一生 我很欣賞她的一個女生 除了這兩個之外 《生見愛留》 她本身是一個模特兒 偶爾客串做電視劇 所以相對而言 我不太熟悉她 今次她亦有機會 擔正做三個女主角的其中一個 三個人的成長故事 都是和她原生家庭的包袱有關 這亦產生很多共鳴 或者我在身邊一些朋友 都會引起我一定程度的聯想 首先稱之下蔡明 她有一個渣男的父親 和她的母親相依為名 因為她的父親已經離開了 她在中學的時候 她覺得自己令到她母親終身殘廢 而她母親在終身殘廢之後 也有個內疚 覺得辜負了女兒 名框要照顧她一生一世 但最後竟然成為了女兒的父女 所以她和她的女兒對話的時候 三句不埋著 就永遠是對不住 對不住 的情況 青藥蔡明 因為她自己的內疚 所以她經常有一些怪的思想 就是覺得 開心的事不會一世 很短暫的 開心完之後 回復平常的時候 只會令到一個人更加悲痛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何必來接觸更多新的事物 何必刺激自己 亦都不應該來認識這麼多朋友 所以她除了沒有朋友之外 亦都在這個工作上 亦都是孤苦伶叮自己的一人 獨行俠 亦都是相對地犯眾憎 哪怕她其實OK做得事 又或者其實她心裏面 對某一些人 其實存在的感恩 多謝 她亦都不會有一句說話 來她宣之於口 甚至仍然對著她媽媽 或者對著她老闆 都是非常嘴硬的一個人 她本來不是聽電台節目的 不過被媽媽逼她 做一個替代品 避胎 這個情況就參加了聯誼活動 她當然不會自己去社交 想著就過了算 但是 另外兩個女主角 撩她 追求她 於是她慢慢的 將她自己的心所 去開放 開放之後居然發覺她的成長 改變很大 至少在圍內 她自己的小世界裏面 她真心的對待這些朋友 同一時間 她的觀察力其實非常之強 很多時候 一些比較安靜的人 觀察力都會比較強 例如Mini 也是一個類似這樣的人 她未必會表達自己 但實際上她可以了解身邊的人 亦都作為一個聆聽者 甚至乎 當人家有需要的時候 她會真的 一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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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拔刀相助 稱之為一個這樣的角色 接著 岸井雪奶 她是因為一些 我自己覺得 很斯文的一件事情 但是她的家人 就和她反了面 還有 她離家出走自己 出來住 而她的家人 偶爾在街上看到 都會去綫落她的一個情況 一個 經常好似 一個很開心 很適合 岸井雪奶做的 因為她的笑容 是非常燦爛的 雖然她不是一個美女 有少少似 一個美版的 心理小儀 我自己覺得 經常都會 在駕駛的士的時候 她自己做 來聊些客人 來講說話 但是她很明顯 就不夠聰明 她不知道 有些客人是喜歡說話 有些客人 就是完全覺得 你很煩 這樣 是要去到那些客人 叫我 可不可以閉嘴 這個時候 她才會 好沒有引地 去閉嘴 她內心裡面 當然 就不是 想像之中 在表達上 那麼開朗 怎樣 因為認識了 這兩個好朋友之後 就找到 找到她人生當中 兩個 對她 可以 來聆聽她的心聲 嘗試進入她的世界 了解她的好朋友 人生當中 這樣 得一知己 真的很難求 有些人 可能 未必能夠有這個福分 又或者因為 種種的緣故 即是你的好朋友 移民了 現在方便些 又或者 即是當你結婚 拍拖 生個BB之後 這樣 其實都沒有太多時間 來給到對方 或者別人給到你 再繼續聆聽你的心聲 所以 假如 假如有這些朋友 值得珍惜 假如以前有 現在可能已經消逝了的時候 其實 你都要看到 人生原來真的有個階段 活在當下的時候 你會更加把握 如果將來 還有這些朋友 繼續繼續 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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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不回頭 都值得 開心 有些人當然 選擇 例如 上教會 或者有其他信仰 如果你在當中 找到一些 知同道合的人 也是一些可起可可 值得珍惜的事情 第三個 就是生健愛留 她是名正言上一個廢青 做事 經常被老闆踢屁股 爭在被炒邊緣的狀態 她是一個 老母和老爸都是很差 靠婆婆一手 來養大雙衣為名的一個女生 其實在她身上 我看到我另一個朋友 她的確也是類似的情況 所不同的就是 跟她姐姐一起成長 可不可以 她姐姐在她中學的時候過世 於是她剩下一個人 認識她的時候 完全不出聲 很害羞 她也是不想有任何朋友 那種人 後來 不是賣花贈花香 而真的發生在她身上 信了耶穌之後 不會變成了開龍鳥 仍然都是文質奔奔的 怕怕醜醜 但是 很明顯 她就開放了 會分享她的故事 甚至乎主動的 來結識多些 身邊的朋友 介紹傳福音 介紹耶穌給別人認識 如何改變她一生 各方面 是一個很難得的情況 發生在她身上 在這個生見愛流 就遇到 類似的情況 認識了這兩個朋友 她就學會慢慢地 如何保護自己 同時 跟她的老母 去處理和威嚇 各方面 除了這三個主角角色之外 有江山天音 她做了阿楓的男生 不是跟他們這三個 有什麼TVB式的 糖水滾糖魚 那種關係 純粹也是透過這個電台節目 聯誼裡面 就結識到 你會看到 這個人 就是一個比較默默耕耘的 一個傻仔 不介意去吃虧 反而 令到這三個人 很信任阿楓 我自己身邊 也有類似的朋友 如果你認識這些朋友 你記得記得 就要疼他 因為他未必是 光芒四射 很Sharp地存在於 我們當中 也未必會有一些很偉大的言論 能夠 一些意見領袖 智理名言 來啟發你 但是 他能夠默默耕耘 必要的時候 又能夠兩協插刀 非常難得的一些人 盡量不要 盡量不要 所以 這套戲 四個 三個主要的女主角 和一個男配角 都引起我 不少的共鳴 我覺得 四個人的互動 非常之 好看 精彩 描繪 人生 百態 寫得很厲害 唯一 彈的兩樣東西 首先 就是 中間 那四 第五集 左右 我覺得 有些劇情 比較狗血 那些 衰老母 衰老頭 走來佼佼鎮 那些 我覺得 有點難頂 還有 過場的時候 有些少少沉悶 第二樣東西 就是 他有兩個位置 其實都是 有些少少 過分地理想化了 或者戲劇性了 首先 中途的時候 他們就去買六合彩 居然中了獎 這件事 不會發生在 大部分人身上 哪怕 其實 進獎可能是一個契機 在這套戲裡面 其實我覺得 就算不中獎 都不會減退了 整套戲的 質素 和感動位 這是我個人意見 第二個 比較奇怪 就是 人生 我自問 也有一些 小朋友 青梅竹馬 長大 那些人 就容易 成為你的 閨密 自由 一生 陪伴著你 各方面 亦都能夠 聽你的傾訴 亦都願意 來分享 亦都願意 分享 不單止他肯聽你 而且 他明白你 為什麼你會覺得 他明白你 是因為 從小都認識到大 如果不是 其實很難 而這套戲的設定 就是 他們都已經 我相信20-30宗 你 在這個情況 有很多人 都已經 拍拖 甚至結婚 生孩子 還有沒有 那麼多時間 可以給你 令到你 那幾個人 都可以成為超級好朋友 成為超級好朋友之後 又 比較純潔地 又不會 你本身 已經是一個 保護主義的人 每個人都受過傷害 會不會受到更大的傷害呢 這個 我覺得 是困難一點的 但是 都是那句 如果你自己本身 已經有一些人 哪怕未必去到一個 ideal的程度 但是 你有一些朋友 聆聽你的 或者是家人聆聽你的 都是一個 值得珍惜 也都更加需要 年紀越來越大的時候 珍惜的一個對象 鼓勵大家 這樣看的時候 可能 都會有一定程度的共鳴 這個叫 關於 周日晚上 就是因為 他們六日 或者七日 都是非常忙碌的 只是星期日晚上 是可以 聚埋 於是 他們特意 大家一起 一起聚埋 一起聚埋 可以 分享自己的故事 又或者 去吃東西 喝杯咖啡 喝杯啤酒 各方面 這樣 慢慢地 建立那個友情 希望我們自己 都能夠 和我們 最想 最重視的人 都有這些 時刻 不要讓 一些 無論是生活的忙碌 或者 打遊戲 也好 也好 完全無殺 這些時間 今天分享一下 關於周日晚上 這套日劇 講到這裏 歡迎大家Like Subscribe Share Bidi Baha Talk